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玩小企鹅波露露的抓娃娃扭蛋机 瞧这个玩具 可是真大呢 好 我们快打开看看吧 扭蛋机打开之后 我们看到波露露来到了海底世界 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大白熊波比 小企鹅可龙 还有露比和爱迪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们在这里会抓到什么呢 然后这个长满锋利牙齿的大鲨鱼 就是它们的得力助手 再来看看扭蛋机是怎么操作的呢 这里是投影币的 那这个操作感呢 可以360度的转动 它是来控制鲨鱼的 再看看这些小扭蛋 每个颜色都有两个 黄色的是宝露露 橙色的是小狐狸爱迪 绿色的是小恐龙 可龙 蓝色的是贝蒂 再看看这个红色的 它是露比 这里还有四只小鱼 看看都是什么颜色 紫色 红色 绿色 和黄色 好 把这些小鱼和那些小扭蛋 一起放进扭蛋机 打开盖子 齐契拿着一枚硬币过来了 那我们看看它能抓到一颗什么样的扭蛋呢 好了 先把硬币投进去 哇 哇 我们的扭蛋机 太棒了 它不仅会唱歌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抓到 还可以再抓一次 看看 我们最后终于抓到了一颗黄色的小扭蛋 打开它看一看 哇 原来是宝露露 太幸运了 哟哟 还可以这样来回的旋转 非常的好玩 这个扭蛋真好玩 琪琪要给月月也来抓一个 看看这次会抓到什么呢 这次我们得到的是小露饼 忙了半天 小鲨鱼一定饿了 那我们来给它抓一条鱼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吃到呢 嗚 嗚 哇 它吃到鱼了 哇 哇 好大的一条鱼呀 小鲨鱼真是太厉害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小企鹅保露露的抓娃娃牛蛋机 我们就玩到这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们哦 好 下一期再见 拜拜